69歲的麥建文曾經是當紅歌手 1977年22歲時他參加港姐選美 同屆對手有最美港姐稱號的朱玲玲 和御伊霞等等 不過入圍15強後他就退選 並且專心發展歌唱事業 他早前現身天王郭富城的演唱會 還在片中寫著說 去看我徒弟郭富城 引起了部分網民的疑惑 麥建文之後就留言解釋說 晨醒由鐵幕有劃開始 就是他的監唱都有五六張專輯 之後他再狂曬與郭富城的合照 又分享與郭富城的經理人小美的合照 力政與晨醒的司徒關係